本期五个恐怖小故事 故事一正坐着的影子 几个同学在房间中疯闹不止 只有游记坐在一旁好像是有心事 游美发现了她的状况 便走过来问她是怎么的了 结果知道游记因为换地就睡不着觉 这是正发愁呢 游美告诉她睡不着你就祈祷啊 祈祷神让你成功睡着 还表示她睡不着觉的时候就祈祷 游记一听这样也行哈 于是她就开始跟游美学习祈祷的方法 但深夜游记发现这个方法 似乎是对自己不太好用啊 自己还是失眠还是睡不着觉啊 这个时候她就注意到了窗边有个人影 她在想着这人是游美吗 难道她说得神放暑假了 她也失眠了 不过当睡在她身边的游美翻过身 把脸冲向游记的时候 游记才知道那人不是游美 那么她是谁 想到这再看 那个人影动作怪以示而低头示而抬头 而且幅度越来越大动作越来越快 面对这样诡异的一幕游记十分害怕 她不想看这人影她想把头转过去 结果这边居然有两个怪异的人影 动作看起来比那边更快 这到底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刚想到这三个人影停下动作 并朝着游美爬了过去 然后他们仨就围着游美在她身旁 开始吃起了夜宵 虽然是生米 更有意思的是其身未见啥效果倒是被他们三给瞎睡着了 转场之后天亮了 游记被同学们说话的声音吵醒了 他们看到了游美旁边床位散落的生米 他们还打趣地称 这是谁睡觉还吃零食啊 可是他们搞不懂 到底是什么 才会吃生米呢 游记当然知道这是什么干的 不过看着散落的生米 想起昨夜恐怖的经历 最终 她还是没有对同学们讲她昨晚见到的事 故事到此结束 故事二奶奶来了 男主被爷爷叫到了他的家中 原因是男主奶奶去世了 他的爷爷就想让男主在这里陪他几天晚上 开始的男主并不明白他爷爷这是啥意思 他为此还往家里打了电话请了假 不过随着爷爷自己在浴盆洗澡都能被淹到后 他的爷爷告诉了男主实情 男主奶奶这不是刚去世吗 男主的爷爷在他奶奶生前对他奶奶十分不友好 三天一小揍五天一胖揍的那种 之前还没觉得有什么关系 还把这座媳妇当成了男子气概好威风啊 不过男主奶奶去世后男主爷爷开始怕了 不知道为什么 男主的爷爷就是有种预感 他老伴肯定会回来找他报仇的 所以他就想让他大孙子过来陪他几宿 晚上爷爷睡得很香 不过可能是因为害怕他的手还死死地攥着男主的衣襟 但这个姿势让男主就睡不好了 他想让爷爷松手却办不到 无奈男主只好就这样了 可是深夜的时候 他听到睡在身边的爷爷呼吸加重不停呻吟 男主睁眼朝着爷爷望去 发现爷爷好似在说什么助手 男主想喊醒爷爷但没啥毛用 接着男主看到爷爷的头在左右不停地摇花 同时还伴随着一阵啪啪啪的声音 就是那种被抽大笔兜子的声音 老头被打懵逼了不停求饶 老头求饶没毛用 李斗兹的声音愈演愈烈 一旁的男主听到着 他意识到这可能真是他奶奶回来报仇了 男主靠在门边吓坏了 突然他感觉自己身后有人 再回头就看到了自己已过的奶奶了 看到他男主吓坏了连忙跑掉 他来到了洗手间 想洗把脸清醒下 但是还没缓过神的他也挨了一大笔兜子 奶奶的头从浴盆水中慢慢浮出 那眼神好像是要说 不要多管闲事 故事到此结束 这个故事是告诉男同胞们 好好的对你媳妇吧 如果你走在他前头还好说 不然 太惨了 故事三三轮车 此刻女主的脸上洋溢出幸福的笑容 因为最近答应了男友的求婚 所以他要结婚了 他也即将要搬出这个租住了很久的房子 然而就在他收拾东西的时候 一个特别的声音打断了他 女主随着声音来到了阳台 在角落中发现了一个红色的三轮车 这台老旧的三轮车 让女主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 这三轮车是女主奶奶在他三岁时送给他的礼物 当时的他可是宝贝的不得了 现在想着就算是搬家也要把他给带上 可当他把他拿起的那刻 一瞬间三轮车上的秀击机灰尘让女主恶心的不行 他不自觉地把他丢下的同时还用力地擦了擦手 所以就把他刚刚的想法当成放屁吧 并且第二天 女主就把小三轮车丢在了垃圾桶边上 等晚上下班再路过这里时 他发现这三轮车不见了 他想着肯定是被清理了吧 不过回到假开门的时候 女主惊讶地发现 这三轮车怎么回来了 女主被惊吓不小 不过他还是再次地把三轮车丢在了垃圾堆里 但是那天晚上女主就做了一个梦 梦醒后 再伴随一阵特别的声音 女主睁眼就看到那被丢掉的三轮车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女主当时都被吓懵逼了 并在隔天就把这件事对男友讲了 说那三轮车现在就被自己扣在阳台的纸箱子里 男友听了后一脸不信 说着还主动来到阳台再挪走箱子 那三轮车竟然不见了 女主看到这就震惊了 继续对男友解释他没有骗他 那三轮车刚刚就在这里 可女主的男友以为这只是女友的恶作剧 所以不等女主说完就走了 之后女主在洗脸的时候 她又听到了那阵奇怪的声音 再顺着声音望去 她就又一次看到了那两三轮车 故事到此结束 当初承诺的是怎么这么轻易就反悔了呢 况且这是奶奶送的礼物又怎么会害她呢 我想她只是不想被女主丢掉吧 仅此而已 故事次还有一个人 这是男主出差时发生的事 那天也不知道是咋了所有酒店都爆满 只有这家酒店还剩一间房 男主来到房间刚进门门外就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同时男主的身后也好像有人在拍他的肩膀 不过当男主转身后却什么都没看到 一瞬间 男主有种不祥的预感 走廊尽头的房间 还有屋内多出的一张床 这两个都市传说好像都站了哈 深夜 男主工作的时候 他又感觉到自己的身后有人在注视着他 可回过头还是什么都没有 此刻的男主就想着这人会不会藏在窗帘中 接着他慢慢地去揭开了窗帘 但是却被自己的印象给吓了一跳 还是这个时候 一个男人从男主的身后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洗手间 男主知道这并不是幻觉 自己肯定是遇到了诡异的事件 于是男主从包中拿出一个护身符 把他放到了枕头下 接着又连忙躺下 想打开电视机听声壮胆 可电视机中全是雪花 不仅如此 男主还从电视旁的镜子上注意到 他身后的床上好像有个人在蹦 之后他好像自言自语又好像是对那个人说的 说他要睡觉觉了 不过他才刚躺下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拍巴掌的声音 见男主不回应那飘就继续拍 还顺带喊了下男主 男主为了不忍那飘发火 从而对自己不利 所以他就开始迎合那飘拍巴掌 谁曾想拍了几下之后 那飘似乎上瘾了 不但停不下来了 还与男主拍了套而重奏 之后一人一飘就这样玩了一回 本来玩得挺好 但下一瞬间 男主忽然把枕下的护身符拿了出来对准男飘 这一刻屋内的空气都仿佛凝结了几秒 下一瞬间男飘尴尬地看着男主笑了笑 之后就那么地消失 第二天早晨男主问过别人才知道 据说有位中学篮球教练曾在这间房领过盒饭 不过这样的事从这以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故事到此结束 故事我新娘 男主是为单亲父亲 媳妇去世后他就和女儿在一起生活 不过女儿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 只有晚上下了晚自习才会回来 所以晚餐一般都是男人自己凑合着吃的 这天晚上男人正在吃饭的时候 屋内的灯突然开始忽闪忽闪 电视机也频频换台 男人不清楚这是怎么了走到电视机前调试 没一回屋内看似回归正常 但片刻之后男人就躺在桌子上 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可全身都动不了确实第一次 男人在拼命挣扎的瞬间 就看到了桌前坐着一个女人 男人不认识她 但还没来得及惊恐 叉子被男人不小心碰掉地上了 叉子落地的声音吸引了女飘的注意 而后女飘来到男人身旁对她说了两句话 大概意思就是 从现在开始我不想再做玩偶了 不过也再不做你了 什么意思呢 话后女飘就不见了男人的身体也能动了 此刻屋内的灯还是灭着的 不过从女儿的房间倒是传出来一阵异响 当时的男人以为是女儿回来了就走过去查看 结果掀开被子就看到了另一个飘 她在跟男人要水喝 可男人却被她吓晕了 转场之后屋内来电了男人醒来 她女儿也回来了 看到女儿男人就想告诉她自己刚刚见到的 不过女孩却一脸不耐烦 还指责男人为什么躺在自己房间 她很是愤怒就把男人赶出去 但男人还没走远就听到了女儿的尖叫声 听到这的瞬间男人明白女儿定然是看到那个飘了 不过还不等她赶过去 她猛地发现自己的身体竟再次动不了了 同一时间那个穿着婚纱的女飘则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故事到此结束 什么意思呢 纯纯是为了吓人而吓人吗